12号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佛光山南天寺 首次举办了中国新年明春音乐会 南天寺的监院满望法师 也给全球华人送上了新春祝福 而当晚也在悉尼市政厅举办了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卫桥演出 12号在澳大利亚著名的佛教圣地 悉尼佛光山南天寺 首次举办了中国新年明春音乐会 吸引了众多中西观众 前来欣赏中国的民族传统音乐 南天寺的入口也摆放着名声添小的题字 祝福所有前来的南天寺的民众 在今年里万象更新 在南天寺内人头有动香烟缭绕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们依然保留着传统习俗 在中国新年之际 前来南天寺为自己和家人朋友祈福 我们凤凰的全球观众大家吉祥 还在新年的这个之际 那么祝福我们全球的观众 大家能够民生天小 雄鸡一生天下白 然后让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生育远拨 福慧俱足 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祝福大家 另外12号晚 中国国务院桥办主办的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魏桥演出 在悉尼市政厅隆重上演 2000多名华人华侨到场观看 这场充满民族风情的文化盛宴 让华人华侨在澳大利亚也能感受到中国新年的喜气氛围 在晚会上 中国著名女歌唱家 英秀梅演唱的长江之歌 我爱你塞北的雪等金曲 把晚会推向高潮 我们将继续把这样的品牌 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打造好 不仅是慰慰我们海外的侨胞 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梁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在新的演出可以说是拉下了帷幕 也拉下了整个澳大利亚 在中国新年期间的欢庆活动 我们也祝愿中国文化 能够真正走进澳大利亚 同时这里的华人华侨 也期待着祖国更加苍盛 黄文是杨安英王小帆 新年报道